一人NONO涉嫌性侵的案子 17号遭到检方起诉 他的太太朱海君行程不受影响 今天现身故乡高雄 为佛教开幕活动演唱 歌迷到现场力挺 而朱海君也感谢大家 给予他正能量 委员结束之后快步离开 没有对丈夫的官司做回应 歌词像是在诉说自己的命运 朱海君台上敬业演唱 脸上满是笑容 似乎没有受到前一天 NONO被起诉影响 盯着大太阳热情和台下粉丝互动 结束演唱也感谢大家 给他的满满正能量 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回来到岐山 因为岐山也是我的故乡 可以跟大家在这边结善缘 然后拥有很多的正能量给我 18号一早受邀回到故乡 为佛教活动开幕演唱 那就在前一天 丈夫NONO因涉嫌性侵案 遭到起诉 还被检方列出七大罪状 求处重刑 不过就海军活动照常 现身高雄在舞台上魅力演出 歌迷也到场力挺 面对媒体询问 全程保持低调快步离开 关于NONO的官司也没有多做回应 歌迷则认为舆论压力 不该由主海军承担 NONO卷入性侵风波 事件延烧一年多 事业全部停摆 经济重担落在 朱海军艺人身上 粉丝也相当心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频宣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